雪尼尔是什么面料呢? 雪尼尔面料由不同细度和强力的短纤维或长丝通过碾合而成的 看到部分称作表面纱或湿纱 强碾部分称作心纱 心纱增加雪尼尔纱的强力 占雪尼尔纱组成的25%至30% 湿纱是主体占70%至75% 展现美观效果和雪尼尔纱的风格 雪尼尔面料因其羽绒丰满 手感柔软织物厚实而质地轻盈的特点 被广泛地应用于家访及真织服装领域 形成产品开发的新亮点 雪尼尔装饰产品可以制成沙发套 床罩 床毯 台毯 地毯 墙饰 窗帘帷幕等室内装饰饰品 但是雪尼尔由于其材质本身的特性存在一些缺点 它会出现变形 在清洗之后会有缩水现象 所以无法通过熨烫抚平 以免导致面料导容乱容的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